泄民時間來到了仁愛鄉舉辦 地方民眾反應是相當熱烈 不少族人及鄉民代表或村長 帶著許多問題向縣長黎明珍反映 其中不乏交通基礎建設 農業灌溉或民生用水問題 甚至產業經濟相關的 大家都希望縣長能協助解決 跟縣長是反映我們南風村的那個風林橋 因為它的橋面 因為它是73年的時候就蓋了 那現在已經105年了 就是太低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拉高這樣子 因為它現在大水的話 幾乎水面跟橋面幾乎都是平行的 對 這樣子非常危險 因為它是非常重要的連外道路 因為我們台14縣 網路社 服務公路只要攤方 我們就是從那邊進去 另外 金英村長也陳情 過去的廬山溫泉提供 當地部落族人許多就業機會 但現在因為對向山坡地 潛藏地滑的危機而被列為管之區 希望縣長能夠想出對策 在安全的前提下 盡可能讓廬山溫泉區的產業發展恢復生機 如果廬山溫泉的生意好 會帶給我們廬山村民的一個就業機會 因為他們以前都是用我們廬山溫泉的村民去那邊工作 大致上產業道路都有比較多 然後這會吸整治的 還有就是要興建橋樑的 我們現在這整個把它匯整之後 我們要來預估它的開發經費 修理的經費 改善的經費 大概預估大概有多少經費需要來做 我們就向中央各單位來爭取 希望徹底的能夠解決我們延山地區的 居民他們需要的需求 幾個小時下來的縣民時間 大小成形就有28件 不僅縣長親自面對民眾傾聽問題 縣服各單位也一併到期在場回應民眾的訴求 縣長林明珍表示 民眾反應的問題縣服會者了解後 一定會盡全力來幫民眾解決 記者NOW 南投仁愛 採訪報導